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佳浩的频道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场不一样的旅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地球下面都有什么 大家在没事的时候肯定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们地球里边到底装了什么 我小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 那时候想的是地球里边肯定装满了水 因为小的时候看到过打井 那个水井打到一定的深度 那水突突突突就冒出来了 那时候就在想 打井机肯定是把地球打了一个洞 然后我们就可以喝到里边的水了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回忆写的就两个字 什么青丝 水在我们地球上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东西了 在地下20米到30米的深度就已经有地下水了 但是不干净 不是不能直接饮用 我们直接饮用的自来水来自地下100米到150米 这听上去应该已经很深了是吧 100多米了 而地球的中心距离我们的地面有大约4000英里 也就是大概6000千米的深度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6000千米都是怎么分层的 我们把地球用最简单的两个面把地球分成了三部分 这两个面分别是墨货面和古登堡面 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介绍这两个面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它的具体分层 墨货面在地下的33千米处 古登堡面在地下的2900千米处 这两个面把地下分成了三部分 我们把地面到墨货面这个部分叫做地壳 墨货面到古登堡面这个部分叫地慢 古登堡面以下叫做地壳 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吧 有了一个大概的分区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两个面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从19世纪中期以后 人类就开始大规模地探测地球的内部了 他们当时探测的主要手段就是使用地震仪 因为每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地下洋时产生振动 并以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 这个就是地震波 他们就是通过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来进行探测的 地震波通常分为纵波和横波 纵波的传播速度快 横波的传播速度慢 因为纵波可以通过固体 气体 液体来传播 而横波只能通过固体来传播 所以每当发生地震的时候 是纵波先到达 过几秒之后 横波才到达 所以经历地震的人 都是感觉到先是上下震动 然后停几秒之后 才是左右摇晃 对于咱们人来说 上下震动的时候 你是可以移动的 虽然感觉到震了 但是不影响你跑路 但是横波来的时候 你就跑不了了 你一跑就会摔倒 而且在地震中 横波的破坏率是最强的 房屋倒塌都是因为横波 所以说每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刚开始纵波的几秒 加上纵波结束之后 横波到来之前 中间停顿的几秒 是你的逃生的时间 当横波到来之后 这时候啊 你逃出去了 也就逃出去了 没有逃出去 那你就只能等待救援了 前前后啊 加起来也就十秒钟的时间 这时候啊 你就可以预判一下 你家的位置 用十秒的时间 能不能从你家 跑到外面的空祸地带 如果可以 那地震发生的时候啊 那你就赶紧跑 那如果不可以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 找一个墙角 等待救援吧 如果你家住在二楼以上 这里不建议直接从窗户里边往下跳 扯得有点远了 好像有点跑题了 那我们赶紧回到刚才的话题 那如果大家喜欢听关于地震的知识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以后啊 可以单独开一期 讲一下地震的话题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放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更新的视频 刚才我们说到了 科学家用地震波来检测地球的内部 在1909年 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1909年的10月8号 萨格勒布地区发生了地震 当时的地震学家诺霍·洛维奇 经过研究发现 地震波传到地下33千米的时候 发生了折射的现象 所以啊 他认为 在这个发生折射的深度 有一个分界面 这个分界面的上边和下边 是不同的物质 在1914年 也是在一个地震后 美国的地震学家古登堡 又发现了地震波传到地表以下 2900千米的深度的时候 恒波没有了 纵波的传播速度也急速变慢 这就说明啊 在这里又有一个分界面 后来人们把这两个面 分别以他们俩的名字来命名为 墨霍面和古登堡面 就是他们俩 把整个地球分成了三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被这两个面分出来的三层 里边都有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看最外面的地壳 地壳是地球的最外层 主要是各种的岩石组成的 它在大陆的部分的平均厚度是33千米 在加上海洋以后啊 它的平均厚度是17千米 为什么说是平均厚度呢 因为地球的表面是不平的 有平原有高原 有海洋还有上面 你要说你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上 往下挖 那你得多挖8千多米 你要是抢到海底的最深处 我们之前讲巨石沙的时候啊 讲过挑战者深渊 你从那里开始挖 你能少挖1万1千米 所以我们这里说 平均厚度是17千米 我们人类现在使用的所有的资源 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矿物质 还有各种的金属 都是来自于地壳这一层 但是除了钻石啊 钻石来自于地球的更深处地壳 一会儿我们就会讲了 我们人类目前还没有穿透过地壳 我们人类活动的最深的地方 是南非的一个金矿 叫Muponin Godman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矿井 也是人类能够活动到最深的地方 这个矿井的深度是2.5英里 大概就是4千米左右 人类最深就到这了 需要坐电梯一个小时 才能从地面到达这个深度 但是世界上最深的人工挖掘的洞 可远比这个深 这个洞在俄罗斯 号称地狱之门 最深挖到了12262米 也就是大概12千米 还不到地壳33千米的一半 最后在1994年 这个挖掘的活动被官方叫停了 官方给出来的理由是经费不足 可是后来有一个内部人员爆料说 根本就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停止挖掘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就是挖到这个深度了之后 他们从井里边听到了有人的叫声 就跟电视里边演的18层地狱的叫声一样 所以这个抗探工作才停止 当时还有人把这段声音给录了下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听一听 这段我把声音调小了哈 被吓到你们 如果想听的可以自行把声音调大一点 怎么样 知道鬼扑狼嚎是什么声儿了吧 这个洞现在已经被封起来了 当时的地质学家说 过去我不相信天堂地狱 但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现在却不能不确信有地狱的存在 我们都对此发现感到万分震惊 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绝不是幻觉 而我们也绝对肯定 我们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 关于这个故事的真假 我们在这里先不做具体的研究 但是这个井确实是我们人类 目前为止能够企及的最深的深度了 这就是我们对地壳所有的了解 那我们现在穿过墨后面 来看看地蔓里边都有什么 我们把地蔓分为上地蔓和下地蔓 从墨后面往下一千千米的深度 这个是上地蔓 从上地蔓到古董宝面 这是下地蔓 我们刚才说了 钻石就是存在在地蔓里边是吧 那大家现在肯定就疑惑了 我们人类连地壳都没有穿过 怎么能够弄到地蔓里边的东西呢 这个就是钻石珍贵的原因所在了 钻石其实是火山喷发的时候 随着岩浆给带出来的 因为钻石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1100度到1500度的高温 还需要超高的压力 而且需要在这样的温度和压力下 经过几十亿年才能够形成 所以地壳没有这样的条件 钻石只能够在地蔓里边形成 然后通过火山喷发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钻石比较珍贵 但是这个东西在地蔓里边 却是随数可见的 所以说万一哪天人类的技术突破了 能够直接到达地蔓 那你手里边的钻石可能一下就贬值了 上地蔓是一个巨大的软流层 里边全是岩浆 岩浆里边 然后畅达了这些钻石 那我们继续穿过这些岩浆 来到达下地蔓 下地蔓的温度压力和密度都比上地蔓大 这里就没有岩浆了 也不是固体 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 叫可塑性固体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解释了 可能是像皮泥一样的 可以揉的 然后温度特别高的发光的石头 它不会随着岩浆喷发出来 人也不可能进去 所以没法描述它是什么样的形态的 那我们继续穿过这个像皮泥一样的石头 再穿过古灯堡面 这个就到达地球的核心了 地核也分为两部分 是分为外核和内核 外核在地下2900千米到5000千米的深度 内核是5000千米再往下 这都是内核 整个地核的温度那就更高了 比上面岩浆的温度高多了 整个外核属于一片热的液体金属的海洋 就是铁水 地核相当于整个火星那么大 外核里边的铁水慢慢移动 于是产生了电流 这就是地球有磁场的原因 看吧 人家叫地核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没有这个核心地球上是不会有生物存在的 因为地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地球上形成一道屏障 把宇宙的全部射线吸收到南北两个磁节 这样我们人类才能够在地球上安全的生存 如果宇宙的射线直接射到地面上 那是不会有生物存在的 这些全部都归功于外核 那再往下5000千米就到内核了 内核就不是铁水了 它是一个高密度的石心球 这个球的成分是80%的铁和20%的镊 温度可以达到太阳表面的温度 大小差不多就是月球那么大 这就是地球从外到内的所有的物质 如果有一个隧道能够保护着你 从地表直接通到地心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景象了 但是如果人类真的挖开了地壳 到达了地面 那就很有可能给地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或许俄罗斯挖的这个山洞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地球给人类的警告 人类已经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够多了 地球现在已经是千双百孔了 如果我们再一味的破坏下去 那离地球的惩罚就不远了 让我们一起来呼吁保护生态 保护地球 那在这里关于地心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